本视频由Tobier原创制作 一般刚刚买的新车 很多车主都会留意到 车钥匙上面会有一个小铁牌 或是塑料上面有一个不干交贴牌 一般上面会有一车数字和条码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 没用就扯来扔掉了 其实这个就是汽车钥匙的身份牌 如果钥匙掉了或者是找不到了 那就可以用这个小牌 去配一把新的车钥匙 千万别以为是没用的东西就扔掉了 等到你找不到车钥匙的时候 你就该后悔了 一般汽车交付的时候会有两把钥匙 一把是主用的钥匙 一把是备用的钥匙 如果两把钥匙都掉了 然而你也没有保存这样的小铁牌的话 那么你就只有一种办法 找拖车 先把你的爱车拖到CS店 或者是汽车维修店 然后换锁 更换锁是很昂贵的 超过1000元 高档车能破万 主用钥匙也是天天开车用的 内用钥匙自然就是为了防止 你把主钥匙丢了而存在的 当两把钥匙都找不到的时候 小铁牌上面的齿形码就派上上场了 再上这个小铁牌直接去CS店 重新配一把车钥匙 就可以直接打开车门 但不能启动车辆 所以在收到新车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小牌子保存好 以免以后出现这种尴尬的情况 所以提醒各位即将各车的车主们 提车拿钥匙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小铁片保存好 如果是已经有车的朋友 不妨在家里面找找这个小铁片 然后拍个照存在手机里 以防遇到丢钥匙的情况